这节新闻先带您看到寒流接连来袭 新竹县高海拔山区低温下探零度 吸引了很多游客上山来追雾松兵线 来欣赏雪白美景 而到武丰乡清泉将军池泡足浴的人 更是多了有五成之多 还有是远从高雄屏东而来的 都来感受一下山区天然温泉的美丽 冷冽寒风吹拂 过年期间寒流来袭 武丰汉尖石山区低温下探零度 吸引许多游客上山追雾松兵线 欣赏雪白美景也泡汤暖身子 到清泉将军池泡汤的游客就增加了五成 我们是从高雄旅行社来的 来到新竹还不错 泡汤温泉新竹天气好 就是比较冷嘛 泡这个温泉很舒服 那你有觉得这个温泉跟你平常泡的温泉不一样吗 比较清澈一点 然后很舒服 早就有听说张先生但是一直没有来过 就跟团然后就有这个点刚好来 好可惜就是说今天休关 但是还有这个福利的那个泡汤 我觉得就还不错 等一下就去走吊桥这样 热气烟雾弥漫 将军汤户外免费足浴 俗称美人汤的碳酸清纳泉 日至时期就民井上温泉 水温常年43到48度 游客真香来泡足浴活血氧气 有远从高雄来的旅游团 也有从屏东开车北上的游客 要来感受山区天然温泉的魅力 泡完皮肤光滑柔细不黏腻 一旁樱花盛开 在桃红色花瓣簇涌下 坐在木制凉亭浴池 聆听大自然丛鸣鸟叫 使冬季一大享受 春节的时候 比往年增加了近近五成的 这样的一个游客的回流率 那主要还是一个 风景特径区是一个 不需要这个收费的地方 场域 所以受到我们很多国人的 这样的一个旅游的这个首选 那当然周边还有我们天主堂 这样的艺术的文化的一个区域 还有这个艺术之声 还有我们三毛故居 张学良故居 还有太阳文化馆等等 这些都是让我们所有的国人 能够到这个清泉部落 泡完足汤还能走访张学良故居 日式建筑古色古香 以及全长26公尺 清泉部落最高的吊桥 能眺望山谷美景 寒流低温游客涌入 也为山区带来观光人潮 其中文遣战 好 无论